1930年 张晋帆出生在辽宁沈阳 他对于这个世界最早的记忆 是918事变的第二天 侵华日军占领东北的情景 当时家里住在奇人的一个大院里 感觉到就是说 在院里的人都是非常吃惊的 向着一个方向来看 那个方向是什么呢 二层楼的一个商店 就听到那么惊恐的喊 又上了一个 就说这日本兵占领了这座楼庞了 这个印象是强保之中的印象 为了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 日本将末代皇帝溥仪作为傀儡 建立了维满洲国 他们粗暴地篡改了历史 说维满洲国的国民并不是炎黄子孙 而是天照大神的后代 这种行为令人难以置信 却又真实地发生在张晋帆的身边 年幼的他真正体会到了 欲亡齐国 殲灭齐使的说法 尽管他农化教育 但是人们的观念里头 都还是知道自己是中华民族 是中国人